公爵集传人攻略平民学霸少女 半诸诗老虎却反被少女调戏 脸红的样子真让人忍俊不及 平民少女李安以优异的考试成绩空降学院 成为最近学院热论的焦点 此刻她正在看板面前猛锤自己的脑袋 阿莱纳学院帝国唯一不区别身份的学校 只要通过考试 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可以入学 学院在众多领域都培养出了很多人才 尤其重视社团活动 所以鼓励全校学生都加入社团 自己为加入哪个社团而犹豫不决 竟错过了申请的最后期限 入学之后一个朋友都没有 现在这样就是报应啊 我还能交到朋友吗 喂 正陷入思考的李安猛地被人拽了头发 他被吓了一跳 回头一看竟是一个黄头发男生 他询问自己是否是李安 他则询问对方找李安什么事 抱歉 我认错人了 他没有继续追问 扔下一句有事便火速离开了 李安一脸困惑 身前这么大名牌看不到吗 话说是谁在找我吗 你来我们社团吧 李安的注意力再次被吸引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有着 像波浪一样粉色头发的男生 他手举着申请表 笑嘻嘻地看着他 你把名字写这就行 好要员 学校里还有这么帅的人 李安询问社团申报的时间 不是已经过了吗 男生却表示自己是新势力的社团 今天还可以加入 李安的大脑 权衡地加入这个社团的力 眼前这个男生一看就是校园的爱斗 和他扯上关系 一定会很累 就在他准备拒绝时 男生突然露出一副泪汪的模样 成立社团需要三个人 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李安发现自己 竟然对男生的撒娇无法抗拒 暗骂自己是眼狗 最终还是乖乖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那我们明天社团时间见 男生看着李安离去的背影 呵呵地笑脸 立刻变得阴森森 竟然只通过建立社团 就引诱了他 没想到 成立一个自己的社团 还得动用美人计 对于成立拔尖 元气爆棚的卡西安和皮奥尔来说 建立一个社团理应轻而易举 然而 卡西安的挑剔 让这件事变得复杂起来 他对每一个想要加入的成员 会有着严苛的要求 以致社团无法凑齐人数 最后 他们听说 只有一个空降的 插班生还没申报社团 便说服他加入了 你好 我是皮奥尔 皮奥尔伸出手 微笑着打招呼 这不就是那天 拽自己头发的那个黄泛蓝手吗 他长得很善良啊 请问这个社团要做些什么呢 李安好急地问 目光转向卡西安 完 没什么要做的 你就做你想做的吧 卡西安漫不经心地回答 其实入团前这几天 李安听到了些传闻 卡西安看上去和蔼可亲 但在学院里 却以性格恶劣注尊 据说 他在剑术和魔法队练中 经常出手过重 伤害他人 社团的分数 我们会用讨伐魔物来填补 即使是我们来讨伐 也会加上你的名字的 我就是为了凑人数 把你拉进来的 真的吗 太好了 李安兴奋地起身 猛地凑近卡西安 你摸我干嘛 卡西安满脸通红 忙着推开李安 抱歉 我太兴奋了 没控制住 李安装傻 接着 他开始整理社团的椅子 一边偷偷观察卡西安的反应 你这是干什么 你想知道吗 过来 不 卡西安跌坐在地 你为什么要对着我耳朵吹气 卡西安有些恼怒地问 李安暗自私存 这么轻易被戏弄 竟然反应这么难 与其说性格差 他反而想到爱迪布的孩子 你真是个纯真的人 李安戏谑地说 闭嘴 卡西安忍不住再次捂住李安的腿 却在下一秒被李安的舌头 惊得脸色更明 你的手咸咸的 我还以为会是甜的呢 是你吧 那个黏着卡西安和皮奥尔的臭虫 这一天还是来了 过去的几周的社团时光 还真是美好 让李安有了交到朋友的感觉 社团第二天 李安又伸出了他的恶作剧之手 向皮奥尔发起了攻击 他走到皮奥尔身边 假装不经意地踢飞了他的鞋 皮奥尔并没有生气 反而轻松地笑了 李安捡起鞋子 戏剧性的单膝跪下 金发王土 让我帮你穿吧 旁边的卡西安看不下去了 责问李安 你没有自尊心吗 这么轻易就下跪 快起来 这是开玩笑吗 这么认真 接下去的几天 卡西安会格外关注李安 为他准备了松软的沙发 方便他睡觉 还有魔法给他盖探 皮奥尔也忍不住戏许 你难道对他 而卡西安只是称 学校社团调剂时间还没过 只是为了稳住李安 你就是加入卡西安和皮奥尔社团的平民吧 李安的回忆被眼前红头发的女生打断 他们以贵族身份为由 试图迫使李安退出社团 其实只是因为极度他 每天能与卡西安和皮奥尔相处 李安坦白的说 他加入社团并不是为了接近他们 而是因为卡西安和皮奥尔的邀请 红毛女的被李安装模作样 贵族之间的友谊都是受社会 商业和国家关系所影响的 并威胁李安 如果不想家里变成废墟的话 就跪躲在他们面前 李安瞟了瞟三个人胸前的名牌 然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突破重围跑进教务室 还好有录音羽毛 学院的校规是不允许对外公布身份 平民贵族仪式同仁 阿莱纳学院是无比神圣的 老师听后安慰李安 并表示一定会处罚这几个人 心满意足的李安走出教务室后 呼得脚软探讨 我做到了 他们伤害不了我 没有期望就没有失望 这是十岁的李安 为了重新站起来而选择的独白 此刻他蜷缩在社团的沙发里睡着了 梦里回到了自己十岁那年 当时父母突然得了不治之症 他翻遍了所有草药书 甚至为了踩上一颗有用的药材 差点跌下山营 可最后父母还是撒手人寰 苦苦支撑自己的希望崩塌了 他在失去双亲的绝望中挣扎了一年 最后他决定不再抱有期待地活下去 有希望他有失望 那没有期待呢 所以现在即使卡西安和皮奥尔是贵族 自己也不会因为别人 刁难自己是平民而感觉受到伤害 因为他从开始也没期望和任何人 永远维持良好的关系 社团没有人争吼 他现在这副样子没有别人看到 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只局限在学院之内 毕业了之后就不会再有联系 现在要处罚那三个人 只有老师的承诺还不够 他决定找皮奥尔帮忙 把录音散步到学院各个角落 这样霸凌自己的那三个人 才会被勒林退学 抱歉我现在很忙 你该不会认为我是你的粉丝吧 皮奥尔回头才发现 竟是呵呵笑的李安 夜晚 卡西安也通过皮奥尔知道了这件事 可恼怒清奇的他却只在一里安加入社团 是为了自己的颜值 卡西安一下子陷入了自恋之中 最近他满脑子都是 李安调戏自己的画面 可恶 以为用美男计引诱了他 他还装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实在心里早就流口水了吧 可是他不讨厌他 他的一举一动总是引起自己的好奇心 你看吧 我就说你对的 一旁的皮奥尔敲打他 他可忍受不了你那可怕的偏执啊 卡西安扶着额角 好像你说对了 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对李安 产生了说不清到不明的感觉 卡西安用空间移动魔法 回到了自己在首都的工学府 老管家好奇少爷发生了什么事 可卡西安只是半夜睡不着觉 来给李安拿舒服的毯子 顺便把家里的沙发也收入魔法袋中 这样他会开心吗 会对我笑吗 清晨的女生速射 李安被敲门声惊醒 这么早是谁啊 卡西安 我看错人了吗 你怎么会在这 看到睡眼惺忪的李安 卡西安小路乱撞 我来看看你 听说你昨天被欺负 放心我会处理 看着卡西安飞红的脸颊 扭捏的样子 李安 他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 学院里最近有一个奇怪的传言 在悄悄流传 那就是 谁招惹了李安 就会遭遇不幸 听说一向不怎么干涉学院的理事长 亲自出面 勒令欺负李安的贵族学生退学 更可怕的是 这三人的家族一夜之间陷入墨里 劳工们不在的时候 发生了地震 金矿的隧道都崩塌了 贸易船只不然遇到原因不明的海市 沉入了海底 仓库和工厂大户纷纷 几年积攒的货物化为灰烬 这真的是偶然吗 这样的发展远超了李安的预料 本来就没朋友 现在连因为好奇心 和自己搭话的人都消失了 沙拉 一朵粉丝的花 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卡西安在上次永床李安宿舍之后 变得更加的不正常了 在社团里总是脱口而出土味情话 看到这朵花 我就想起了你 然而 李安并不喜欢这样的举动 卡西安的脸色 立刻变得闷闷不露 就像被训斥后的小绵羊 看到她这副模样 李安也觉得有些不忍 于是提议 这次就先找个花瓶插起来了 勤换水还能保持几天 听到这话 卡西安的脸上重新绽放出笑容 屁颠屁颠的四处寻找花瓶 皮奥尔在一旁忍不住吐槽 找个花瓶 值得用瞬间移动魔法吗 但对于卡西安来说 只要是能让李安开心的事 他都愿意做 那天去宿舍找李安 还给他拿来了 五条不同颜色的毯子 李安开始渐渐贪恋他对自己的好 不想当面拒绝他 但只想尽可能的和他们做长久的朋友 我都没送你花 你也当我是朋友吗 那当然了 李安望向皮奥尔 他们认识的时间更早 卡西安文言嫉妒起来 比起皮奥尔 我们的关系更亲近吧 李安笑着回应 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卡西安紧张的反驳 朋友 我不想只是做朋友 李安看着慌张的卡西安 你不会想让我们的关系超过限度吗 不是 我没有想要和你结婚 结婚 你听说过饼干结吗 显然李安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买的那种饼干 真提示他注意周围 只见许多女孩子正向男孩子赠送这种饼干 两人的脸颊还微微泛红 原来饼干结诗 叮咚 上课铃响起 老师拍了拍桌子正在乎 不会有人还在为饼干结闹哄哄的吧 每年都会有人利用这种饼干 毒杀别人 或者放入来历不明的灵药 校规是严禁这种饼干的 大家要记住 虽然教授提醒 大家还在偷偷送 真告诉他 这不仅是一个表达爱慕的日子 也可以是友情的象征 鼓励李安送给社团的朋友 这也是他作为卡西恩的过敌任务 可李安有些犹豫 特别是关于送饼干给卡西恩 他不想引起误会 推开社团的门 屋内一片狼藉 只见皮奥尔挣扎着和李安吐槽 这家伙不知道在哪听到了 我喜欢你这样奇怪的话 正对我发疯吗 你赶紧解释一下 李安还没开口说话 就被弹出门外 当他再次进入时 社团教室已整洁如新 我这么善良 怎么会欺负皮奥尔 卡西恩对着笑容 话说今天是饼干节 卡西恩的眼睛一直渴望着什么 李安却假装没在意 是吗 我完全不知道了 李安谢谢二人这么受欢迎 应该收到的饼干不会少 皮奥尔表示自己收到一些 但卡西恩没有收到 因为他之前说过自己不收饼干 安静得过蛮好的 李安提议道 那我们就know饼干节吧 卡西恩期待的神情变得落寞 接着就一言不发躲在角落 皮奥尔暗示李安 桌下面有准备好的饼干 请求他送给卡西恩 以平复他的情绪 李安在犹豫和同情之间摇摆 最终决定遵循内心的呼唤 给你 友情饼干 这是送给我的吗 卡西恩的心情瞬间大软 仿佛重复新生 我以为你不会李安打断他 只是因为我们的友情 别想太多 卡西恩的眼里闪烁着泪花 脸上绽放出感激的笑容 谢谢 在饼干结过后的平静校园里 李安迎来了一个新的挑战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碰上了一位 以严厉著称的药草学教授乔治 更让他普通的是 这次的药草学作业 竟然是小组作业 自己从开学以来 几乎没有和专业课的同班同学 深入交流 也好 努力和大家拉近关系 好好完成作业吧 那么通过画梯子游戏 先来决定组长 喂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身边的红毛女 看着李安首先开口 传闻说卡西恩喜欢你 是真的吗 李安愣了一下 结结巴巴的回答 不 她怎么可能喜欢我呢 红毛女孩轻蔑的瞟了一眼 也是 李安 恭喜你 当选组长 身旁男同学隔一洋洋的宣布 搞什么 我是组长 回到社团 李安满腹牢骚 卡西恩关系的询问她 是否遇到了什么问题 李安只是轻松的笑着说 她只是因为一些奇怪的传闻 感到困难 当卡西恩问及这些传闻时 李安幽默的提到了 关于卡西恩喜欢自己的传言 我是怕耽误了你以后的婚事 不会 我和你 当当当 李安在吗 二人的对话 被敲门声打破 是李安小组的男生 卡西恩瞬间移动到他眼前 眼神直勾勾的凝视着眼前的男人 谁让你进来的 卡西恩的眼中 迸发出来的威胁感 足以让任何人心生畏惧 我只是来找李安请假的 我身体不舒服 一会儿不能去采集草药了 我 我 先走了 李安眼中闪过一丝困惑 卡西恩 这是要干什么呀 回到宿舍 真邀请李安一起逛街 但李安的心思 全在小组作业上 小组成员中 一个人被卡西恩吓跑 一个人说爷爷生病 他决定自己先去后山 好吧 有你的两封信 李安抽出那封 带着薰衣草印章的信 静止放到了抽屉里 真好奇地问他 为什么不看 李安回答道 因为没有价值 第一次 李安如此近距离地感受到 卡西恩身上 那种未经污染的纯净香气 以及那令人无法逃避的浓烈气息 他的呼吸 仿佛包围了 他的整个世界 被组员们放鸽子的李安 独自来到了后山 走着山路 他想起小时候和妈妈 一起去山上挖草药的场景 心情也好了起来 钱庄的警示牌 出现有魔物出没 禁止通行 但李安并未放在心上 因为他知道 正是这些被人避之不及的地方 才是寻找稀有药草的绝佳之处 果然 他的目光被一束 暖光所吸 那是一片省着露珠 散发着微光的多特兰多草 运气太好了 这是可以制作止汉剂的稀有材料 正当他蹲下 准备采摘草药时 一只魔物 悄然出现在他身后 李安浑然不觉 专注于他的发现 就在危机即将降临之际 他突然被一个强壮的臂膀紧紧抱起 飞速离开了原地 等他反应过来时 已经安全地落在了卡西安的怀抱中 而那只魔物 卡西安没有理由喜欢自己 他的外貌 家族 甚至是他单纯善良的性格 即使对方是一国皇族 也完全配得上 李安不解他 为何会出现在这 卡西安露出一丝委屈的神情 显然是担心他才来的 李安怎么在责怪他呢 放心 我自己提前准备了魔物回避剂的 他试图掩饰自己对卡西安的在意 继续专注于采药 但不知何时 卡西安已悄然离去 天空开始下起了小雨 李安开始焦急地寻找他 突然 卡西安像魔法般再次出现在他面前 手中捧着一朵玫瑰花 我觉得这个颜色很像你 这话 话语是热烈的爱 爸爸曾送给过妈妈 谢谢 我们走吧 虽然连最后的整理 都没联系到小祖的任何人 但找到了稀有草药 李安充满信心地提交了小祖作业 期待着优异的成绩 然而 当他被乔治教授叫到办公室时 却得知成绩是F 最近的李安过得异常快乐 虽然作业小祖的人没有一起帮忙完成作业 但他却与他们建立了更为亲密的运行 特别是粉色头发的男孩子 他竟然就真产生了好感 每天都拜托李安充当爱情的使者 真是既有趣又热闹 然而 当乔治教授给了李安小祖作业一个F时 他的心情顿时跌到了谷底 乔治对李安能够独立识别并正确采集这种草药 表示惊讶 认为他不可能认识如此罕见的草药 学界对这种草药的镇定作用 直到一周前才被发现 但李安坚定地告诉乔治 他是凭借自己的能力找到这些草药的 即使卡西安提出要用魔法帮忙 他也坚决拒绝 他同小为了治疗生病的父母 就开始学习草药知识 他甚至提出带乔治去后山 亲自看看这些草药的生产地 乔治教授若有所思 憋着询问了他 关于另一种稀有草药的知识 李安准确无误地回答出来 使乔治教授确信 这个年轻的学生在草药学方面的知识 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前的教学内容 怪不得他平时上课 要么看窗外 要么睡觉 乔治教授向李安道歉 并将他的成绩修正为A家 而且让李安成为唯一有资格 跟在自己手下学习的专业课学生 随着期末考试的临近 学校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 专业课程的重要性愈加凸显 但普通学科的成绩 同样不容忽视 李安决定在接下来的两周里 专注于学习 暂时放弃社团活动 但卡西恩再次出现在图书馆时 他的暧昧目光 让李安心神不明 他能倒背如流理自己手中的书籍内容 难怪他是全校首屈一指的天才 就在他们相互打趣调侃的时刻 远处的公爵伏地里 一位拥有粉色长发的女士 正在聆听老管家的报告 他的嘴角轻轻上扬 心中满是好奇与期待 究竟是怎样的女孩 能够吸引我家卡西恩如此惊喜 怎么回事 决心要保持距离 现在居然紧紧都抱在一起 尽管李安决定 好事前不再参与社团活动 但卡西恩却总是黏在他身边 等一想回到宿舍复习 就能甩掉他 可此刻 他却出现在了女生宿舍 我的室友也在 你这样是不是太没礼貌了呀 啊 我没关系 真露出刚大但不陌生的笑容 没办法 李安撒娇般捏住卡西恩的衣角 轻声道 用瞬间移动魔法去社团吧 这样没人看见 卡西恩脸红的结巴 你 你确定吗 当然 我们一起移动很难吗 不是的 这可是你拜托我的 下一秒 卡西恩呼的把李安揽进怀中 他的心跳声 此刻比任何声音都清楚 让李安情不自禁的和他抱得更紧 喂 你们在干嘛 耳边传来皮尔耳的声音 啊 不 李安猛的推开卡西恩 听说要是想顺移的话 就得这样 没想到一下子 就移动到这里来了 要谈恋爱就出去谈哦 我得学习嘛 皮奥尔戏谑道 抱过李安的卡西恩 仿佛身体被掏空 搭拉着脑袋 他嘟嘟囔囔的告诉皮奥尔 自己要去冲得走 并警告皮奥尔 不要和李安太亲近 李安疑惑从来没看过皮奥尔在社团学习 皮奥尔表示自己也是很努力 才能维持现在的成绩 因为常在卡西恩身边 所以总是被人误会 自己也和卡西恩一样 都是靠天赋 他还透露自己 在剑术专业排名前五 虽然故作谦虚 但李安看出了他的自吼 你们都是善良的人 但传闻太多了 皮奥尔的神情有点尴尬 自己就算了 他问李安真的觉得卡西恩很善良吗 李安表示 卡西恩有点难对付和明白 但是天性是善良单纯的 李安决定小计议会 让皮奥尔半小时后叫醒他 皮奥尔开始瞬间睡着的李安 虽然卡西恩在装相 但自己原认为 李安只是装作不知道而已 没想到他丝毫不怀疑 这个女人真的这么单纯吗 不 他绝对不单纯 拥有多面的李安 终于也让皮奥尔沦陷了 爱上兄弟深爱的女人可以吗 啊 李安伸了个懒腰 皮奥尔看着睡醒的李安 竟然开始小路乱撞了 李安 你真的觉得 我也很善良吗 从被同父异母的哥哥赶出家之后 为了重新夺回家族的继承群 皮奥尔做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为了别交人脉 我对别人只有利用 也开始被人蔑视 我早就知道啊 李安淡定的说道 你在社团爱笑一些 更自在舒服一些吧 每个瞬间都去迎合所有人 我知道 这样的你很幸运 你不失望吗 如果我会说利用你 你可以同样指责我的 我为什么在意别人 我只在意你是我的朋友 谢谢 皮奥尔脸红了 我先走了 自己祈福 让李安讨厌自己 这失败了 卡西恩抑制住自己的性子 表现出不安的样子 只想在李安面前好好表现 如果李安看到卡西恩的真面容 他还会原谅他们 那自己就会有机会了吗 卡西恩念叨着 考试结束假期就开始了 如果看不到李安 自己该走 李安表示 放假他会继续待在学院 如果他实在忍不住 可以来找自己 卡西恩笑得像那孩子 那找一天 我们去市里约会吧 期末考试终于结束了 李安帮珍整理着回家的行李 珍表示 回家前要先去趟首都 和工作过的地方打个招呼 李安惊讶珍还工作过 真的很厉害 珍表示自己赴学前 曾经在高等贵族夫人 那当侍女 没办法 自己家里的钱要花光了 才被迫休学打工 自己只是个罢名贵族 但其实珍想对李安坦白 是卡西恩以赴学为条件 让他监视李安 李安对自己那么好 珍的内心也越来越不安 李安 我 珍欲言又止 李安会原谅自己吗 李安表示 自己不会强迫珍 想说的时候 再说就可以 李安的温柔 让珍更加喜欢她 表示自己在放假时候 会给李安写信言诺 假期的校园好安静 正好适合做实验研究草药 之后就是到父母的忌日了 李安决定买树花 去祭拜父母 走在曾经和父母生活过的村庄 正在张灯结彩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庆典 她被一道光吸引了眼光 那是一个价值连城的 宝石散发的光芒 哪个大傻子会买这种断食 李安正想着 一个有着似曾相识的 俊秀脸庞男人 站在蓝了宝石的竹窗前 李安意外和拥有着脸庞 类似卡西恩的叔叔 成为了好朋友 殊不知 这个男人就是卡西恩的父亲 李安为了防止叔叔成了冤大头 把自己的一束小花送给他 还用教他用花语 成功的哄了气质开心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 卡西恩的父亲送来了一张支票 并向李安求助 想知道 如果与妻子吵架了 该如何是好 李安回信 叫他动用自己的美貌 并亲手做早餐给妻子 这天李安终于收到了卡西恩的信 原本以为卡西恩会在一周内联系自己 却没想到他竟然忍耐了这么久 正当他思考着性质的内容时 突然听到窗外的敲击声 李安猛地打开窗户 卡西恩的熟悉气息扑面而来 一场意外的扳倒 让两人陷入了一种 既尴尬又温馨的景点 李安关键地询问 摔倒的卡西恩是否受伤 而哭了的卡西恩则表示 终于见到李安而感到异常高兴 为了避免暧昧的气氛不可收拾 李安提议出去逛街 他把卡西恩带到了照相馆 决定拍一些时下流行的大头贴 留作记忆 卡西恩对于能与李安拍照 感到无比兴奋 而李安则是满怀自豪地拍着他的肩膀 表示今天的费用由自己买单 卡西恩觉得 这一天自己幸福的快要晕倒了 不知不觉 真的回归预示着假期的结束 校园里这种吵吵当闹的归属 真的让人好想 真迫不及待地分享了一则最新的八卦 今年是他们与邻国签订和平协议20周年 为了纪念这一事件 他们帝国的皇子前往对方的国家游学 而邻国皇子则将成为他们学校的留学生 在这里 虽然学校严禁提及个人身份 但作为贵族子弟的学生们仍然与社交界保持着密切联系 因此 这样的传闻还是不进而走 看来新学期有新人物登场 学院里应该又会闹得沸沸扬扬的了 李安和真边说 边校来到食堂 意外碰到了曾经草药科作业组妹的红毛女 她正得意扬扬的给身边的女生安利化妆品 快把那牌子的东西扔掉 李安起身静止走向他们 这种以扎不草为原料的化妆品 虽然开始效果会很好 但是存在无法排除的毒素 最后皮肤会腐化 红毛女不听李安的劝告 李安决定先把治疗剂做出来 走在校内的花园里 迎面撞上了一个蓝头发的男生 他礼貌地让男生先过 可男生却叫他不要以这样的方式搭讪 李安暗自说着自己倒霉 却被花坛中的植物吸引 这不就是制作化妆品解毒剂的那种花吗 正当李安弯下腰 准备折下那朵花的时候 耳边却传来斥责他不要摘花的声音 又是那个蓝头发的男生 他怎么还没走 他斥责李安破坏了校园的环境 天哪 这家伙的脑回路真是清奇 算了 自己解释 可能他也听不懂 男生继续开口 你知道植物在开花之前有多努力的话 你就不会这么做了 再让我碰见我不会饶过你 接着转身离开 李安愣子原定 谁要再碰见你啊 社团李卡恩正在对着他和李安的大头帖傻笑 见皮奥尔走了进来 忙把照片藏了起来 皮奥尔见状便问他 是不是藏了什么色情的东西 二人正在玩闹着扭打在一起的时候 李安进来了 你们俩这个样子 需要我回地 听了皮奥尔说起卡恩的奇怪举动 李安说 有好东西就应该共享吧 卡恩表示想看色情的东西 就去皮奥尔的床下找找看 皮奥尔忙反驳说自己才没有那种东西 看着他们俩的反应 李安觉得逗他们特别有趣 而他已经猜到卡西安藏的是两人的照片 皮奥尔吃醋的念叨 好吗 你们俩假期还出去约会了 卡西安说 皮奥尔不也是成天见女朋友的吗 皮奥尔解释自己 虽然经常换女朋友 但是从来没脚踩两只船 而且就算对对方没意思 也会好好对他们 但李安直言 这样的方式戏弄坠入爱河的少女 早晚会出大事的 皮奥尔发誓 以后不会再和不喜欢的人恋爱了 李安提议 他们三个人可以一起再拍张照片 留作纪念 毕竟青春很短暂 皮奥尔高兴的欢呼雀跃 卡恩则内心暗暗浮黑的盘算 拍了照片 剪掉皮奥尔 再把皮奥尔的照片抢过来 嘿嘿 就还是他和李安的照片 嘟嘟嘟 敲门声响起 李安在吗 这不是沃尔特教授的声音吗 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彼此不想再见面的两人 此刻又被命运的齿轮戏弄了 李安被教授安排任务 给心安的转校生做向导介绍学院 对方竟然是那个中二的蓝头发 在教授离开 得这男生的名字叫做坤之后 李安阳奉因为 你如果在学院里有什么不懂或者困难的地方 请绝对不要问我 自己插班的时候都没有这种待遇 现在看起来坤是个难伺候的贵客 但自己并不想配合这种游戏 再见 这 坤 本以为是善意的帮忙 结果 这帝国的小姐都是这样的吗 他猛地拉住李安 一改刚才在花坛旁对李安的自恋口吻 像小猫一样表示 并不是学院对自己的优待 而是自己对教授的请求 虽然两人第一次的见面不太友好 自己也不喜欢破坏植物的人 但自己再忍耐 也请求李安忍一忍 给他介绍校园 李安扶着额头 忍什么忍 有误会应该积极解开 这人的脑回路真是交流不了 我去折全世界的花了 所以没办法和你一起走了 接着施展顺移魔法消失在原地 刘坤独自愣住 还是第一次和人聊成这样 连名字都没聊出来 第二天正式开始的专业课上 李安垂头丧气的趴在桌上抱怨 这蓝头发的家伙又出现了 真戏血 这就是你昨晚吐槽的 可能是邻国王子的那个人 他觉得坤长得还不错 李安说确实也只有脸是优点 相比之下还是卡恩更好 我想找你单独聊聊 坤不知何时站在了他们的面前 李安正要拒绝 突然一张粉嫩的可爱脸庞 挡住了坤的脸 卡恩笑嘻嘻地举着零食 他昨天去了二人假期约会的商业街 买了好多好吃的给李安 李安开心地接过 表示下次会请卡恩吃饭作为回报 卡恩欣喜若狂 暗自觉得这是两人第二次的单独约会 二人还甜蜜地打起了勾勾 坤看着笑得可爱的李安有点不敢相信 为什么对自己很没冷对 对别的男生笑竹人开 卡恩笑着问李安蓝头发的新同学是谁 李安漫不经心地说是班李星来的转笑声 接着和真分享卡恩带来的零食 此刻的卡恩已经患住阴森的范围 他转头对着坤说道 你找李安有什么事 上次 卡恩想让坤离开李安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一伸手打到了坤的肩膀 虽然是对着笑容说 但看来卡西恩是故意的 坤揉着肩膀 意识到卡西恩对自己的敌意 他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份 却还敢如此找茬 该和他对峙吗 算了 坤不想跟人家骚乱 最后无声离开 两人紧张的气氛 让班级里的同学窃窃私语 李安也因为这个 整个专业课都没能集中精神 下了课的汉斯 偷到李安跟前 表示这学期的小组作业 想和李安一起完成 汉斯和班级里一大半的人关系不错 可汉斯还是选择李安 让李安很胆 李安笑着答应汉斯 表示一定会和他一起 不然卡恩又魔法班出现在李安身后 他感到刚才对坤的举动有点韧性 现在过来和李安道歉 接着又阴森着脸问 黏在他身边的这个男人是谁 如果有人烦到他 自己可以帮忙解决 李安表示 汉斯只是自己专业课的同学 而且很善良 汉斯则被卡恩的气势再次吓到 他主动深述自己喜欢的人是真 还让李安当红娘 这话正好被来找李安的真听到 这学期新增了舞蹈课 所以来叫李安一起过去 真笑着拉走李安 并大声的和汉斯说 对不起 我不想和一个不认识的人交往 可怜的汉斯 还没正式告白 只会拒绝 本学期的舞蹈课也要小组作业 而且是男女搭配 还好是抽签约定自己的舞伴 可当李安拿着抽签结果的时候 士昆和他相互厌恶的眼神 第一次课先练习基础舞步 而下节课就要和舞伴一起了 为了增加大家的熟悉度 老师建议大家下次准备一束花来送给对方 李安黑黑的坏笑着 我会送给这家伙最适合他的花 另一边刚结束今天最后一节课皮奥尔 正和卡恩讨论本学期舞蹈课的规则 而且说李安他们班已经上过舞蹈课 他的一句话也燃了卡恩 这就是说李安已经有舞伴了 卡恩回到社团坐立不安 李安到现在还没来社团 皮奥尔说他去了后山 卡恩猜测他是为了送给舞伴的花儿去后山 真不敢再想下去 终于李安欢笑着走进社团 看着满身泥巴的李安 卡恩直觉的可爱 他表示如果要是挖草药 自己可以帮忙 李安说去采花 顺便挖了点草药 果然是去采花 给我看什么话 是什么让王子殿下脸色如此难看 舞蹈课的第二节 昆送给李安的是黄玫瑰 李安顾下思索地揭露出花语 象征着急故和猜忌 还蕴含着拒绝的意思 接着调皮的回应村的挑衅 送给昆一叔带一个胡枝子 你不是讨厌别人折花吗 我就直接连个马起送给你 被弄得满是泥土的昆 气得够呛 这是花吗 明明是草吗 先如此玩弄自己 李安觉得小子几乎看不见的白色部分说 这不就是花吗 这时 老师引导大家彼此送完花之后 男孩子要准备牵起女生的手 接着请女生将手牵放在男生的手上和肩膀 李安健坤无动于衷 主动地伸出了自己的手 但昆却扭活不理 蛇物 可不要耽误我的成绩 李安急了 直接上前抢破合作 给我好好做 直接跟坤发出异样的神情 啪的一声 把李安的手打落 接着扶着自己的肩膀 身体颤抖不止 转头跑出舞蹈教室 留下一群惊恶的同学和困惑李安 刚才在抓住她脖子和肩膀的时候 有种奇怪的感觉 难道 老师走过来安抚李安 表示之后会和坤聊聊 这时候 一个黄头发的男生主动申请坐联络 嗨 我叫西蒙 请多关照 西蒙 班里 是有叫这个名字的人 可是自己好像并没有见过她 但她的笑容怎么这么熟悉 随着音乐响起 两人开始跳舞 李安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西蒙碰碰的心跳声 这种感觉 让她想起了另一个人 卡恩 难道卡恩已经不止不觉 让她这么在意了吗 随着下课铃声的响起 西蒙礼貌地向李安告别 谢谢你和我跳舞 要不这节课 我就得和老师搭档了 回到素食的李安 神奇地发现 自己刚才被坤打住的胳膊 不再痛了 第二天 她利用空闲时间 回复了一些信件 第一封是那位经常找自己 来咨询夫妇感情问候的大叔 他真是一个好帐 另一封则是姨母寄来的 虽然和姨母聊得还不错 但总是提醒她 还有那个恶心的姨母的儿子 之前那些散发着 浓浓虚衣草味道的信件 都是她自来的 现在在学院看不到她 但是如果一旦毕业 重新回到姨母家的话 又要面对那个讨厌的家伙 李安决定好好研究草药 自食其力 早点赚钱 开始独立生 另一边的衣物是 红毛女生哭得肝肠寸断 青青粉红腹的猫猫 让她一辈子不洗脸 红毛女不听李安的劝告 现在烂脸了 如果好用的话 别忘了请我吃顿饭 正在她哭得不知所措的时候 身旁出现了一小瓶药 和李安的声音 红毛女内心自责不已 她那样对李安 李安还提前为她制作了药 出了医务室往社团抖去 只见昆云脑在前方 李安只能带她到社团教室 她的症状看上去是中暑了 但嘴里还尼南着 不要去医务室 也许有什么隐情 得先让她把体温降下来 卡恩见李安需要水 主动提出帮忙 下一秒子念起动 只剩一大团水木 将空包围 枪的空间苏醒过 啊 可真会戏弄人 李安自备卡恩 平时对别人有点不客气 虽然自己知道她的性 但是现在这样 都比人太过分 李安建议昆 还是去医务室 好好再检查一下 还准备拿毛巾过来给昆 可昆只打了她响指 就取出了多余水气 这是精灵术 昆终于透露 她是风属性的精灵师 李安感叹和魔法师不同 精灵师还需要别的才能 林伯和精灵之间 有着怎样的关系 昆元以为 李安如此讨厌自己 就不会救她了 她对舞蹈科那天 打到李安的手 表示抱歉 因为触动了她的病 李安说她已经看出来了 是部分毒汗症的 没错 除了手之外 身体其他部位都不怎么出汗 到了夏天 无法调节体温 精神阴暴 习以为常的是 如果去医务室留下记录的话 传言就会让家人担心 而且 而且 林国二皇子身体柔弱的消息 会传得沸沸扬扬 对吧 李安接话道 昆惊讶李安怎么知道她的身份 李安表示 这个学院是没有秘密的 皮奥尔说 从她来的第一天 全校就都知道 李安要昆明天同一时间 还到这里来 给她治病 昆惊讶自己国家的医师 用尽了办法 也不行 李安医术竟然如此高明 她莫名地信赖她 乖乖地答应了 这个女人拥有 越接触 越想了解她的冲动 那么明天再见了 送走了昆 李安好不容易松了口气 却发现卡恩石化般都在走落 李安蹲下看着卡西恩 只见她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念叨着 对 你说的对 我就是太差劲了 不尊重人 李安表示 刚才说的话都是小事 并没有讨厌她的意思 可卡恩的情绪 你控制不住 哭闹不住 天哪 这么难吼 李安想起小时候爸爸对她说过 自己生气的时候 妈妈会轻轻她 她就不气了 这样轻轻卡恩 她会好吗 反正就当她是个粉色的猫猫呢 不 李安不自觉惊上了卡恩的额头 一瞬间 两人都愣住了 天哪 我在干什么 我疯了吗 自从昨天被李安亲了之后 卡恩到现在都没戏 真是没眼看 感觉浑身都在起鸡皮疙瘩 皮奥而忍不住刺激她 你真打算这么脏着脸 见李安吗 卡恩终于重拾李治问她 除了颜值 你觉得我还有什么优点吗 皮奥撇别嘴 只有脸啊 果然如此吗 那我去洗下吧 来到社团 卡恩热气的询问 这一天李安有没有好好上课 是否口渴 我会想吃点饼吗 其实李安昨晚一夜没睡 胡闹就独合处理那一 卡恩 昨天那件事 没什么特殊意义 请你忘记吧 此刻昆敲门进来 得救了 李安拿出纸汗剂给昆 让他先涂在手上看看 会不会对他的力流美善 昆感谢李安 表示会好好用 送到了昆 卡恩又乖闹了 可以再亲自己一次 如果你不愿意 我们去约会吧 上次你可答应了 好吧 总比在这里继续尴尬来的好 只是请你吃饭 不是约会你 不要多想了 嗯 那我们现在就走吧 卡恩红着脸 现在吗 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李安念叨 也不是最后一顿饭 需要做什么准备 你的意思是还会有下一次了 可恶 又说错话了 坑是越挖越多 我这该死的嘴 二人换了漂亮的衣服 来到高级的西餐厅 卡恩体贴的建议 这么贵的地方 还是自己来买单 李安则表示 只汉记收到了昆的谢 就当他的钱用 窗边的位置 可以看到美丽的夕阳 牛排也入口即化 这餐厅果然不足 李安表示自己早就想来这里 卡恩说 以后有想去的地方 第一时间告诉自己 他会带他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 果然是富家公子 二人边吃边聊 卡恩聊起自己父母去世后 被姨母收养的童年 其实这些卡恩通过真的情报 和自己额外的调查早已知晓 可是亲自听李安说出来 内心暖暖的 感觉很不一样 这说明 李安真的不把他帮外人了 卡恩越发觉得李安可爱 李安说 姨母人很好 不单单收养他 还一直提供草药供李安 卡恩问姨母 是否是个商人 李安说 她是伯爵夫人 领地比较富数 平时会做点投资 但不算是商业贸 最后让卡歇恩 也聊了他家的事 可温馨的气氛 突然被一个青春的女高音打破 这不是卡恩大人吗 真巧啊 谢谢大家 按下 按下 嘛 感谢观看